大家在主里平安,感谢扎妹就现在,西方已经是星期四,6月18号,东方已经进入了下午,对不起,今天特别的词,因为很多时间要找他看到的字的意思, 还有要等候神给我答案,他的意思是什么,还有一些经节这些,大家知道我的眼睛有一点模糊,没有那么方便,但是毕竟神有带领他,讲说我的眼睛一定会看到到回家,所以我们继续要有信心, 那现在要记得永远的感恩,永远走真一路,永远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,永远的爱神爱人,感谢扎妹就,那今天我们很开心可以听到Catherine的分享哦,大家从她的分享当中可以看到她跟神的亲,就是朋友的关系这样,不只是朋友, 当然带着敬畏,上位一体的上帝天父天子圣灵,所以大家可以看到,她很早期就建立这个与上帝的关系,父子父女的关系,感谢扎妹就, 还有一个就是从Catherine里头,她在祖灵上曾经,就是说祖灵上的一些复杂的一面就是要打败魔鬼撒旦哦,这个当然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点点滴滴光影,我之前也要面对这种的挑战,其实面对这种的挑战已经几十年了哦, 可以讲说,当时到2009年,OK,2009年,那当中之后呢,也有去以色列的时候,回来那天晚上有一个挑战,然后之后有一些挑战就是,神为什么让这些挑战化身呢,就是我们知道有黑暗的一面,我们走在光明之道,当时也有黑暗的一面, 所以就是要大家要警惕,也提醒我们自己,好像Catherine,Lily啊,要提醒我们,说一定要坚持到底,一定要牵着主耶稣的手,要抓住主耶稣的手啊,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讲到这一件事情,就是叫大家要坚持到最后,才能够,才算是得胜哦,就好像那天我听到一个牧师讲的,我只听一点点他也是这样的讲法哦,是西方的一个牧师,我忘记, 还有一个牧师,他的意思是这样,就是说你要坚持到最后,才算是胜利哦,那讲到这边,属灵山的真神是很真实的,所以从Catherine里头她分享的,你可以听得到是真实,不只是历历方面哦,所以谢谢神啊,怎样讲,给Catherine,这些聪明智慧跟大家分享, 还有当然在经过这些考验当中,这些试探当中,或者是这些,要经过这些挑战当中,是不愉快的哦,不是我们喜欢的,不是我们想要的的,我们是希望这远远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,也不会发生在别人身上,但是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,毕竟会经过这些,这条路哦,但是希望大家都, 怎样讲,Catherine跟Lily,当然我们两个,要走,就是有看到异象,因为我们的属灵眼睛开了,所以就比较容易看到,OK,当然我们看到到多数都是从生而来都是好的,但是坏的一面,偶尔也会看到哦,所以大家继续努力不要害怕,就好像Catherine讲的不要害怕,因为怎样,好像昨天我也看到异象, 上去的手,很大的手,然后有一个小孩,baby,小孩子在里面,在他的手,手中,也可以讲这样的,baby变成很小,他的手很大,然后他就把baby包起来了哦,所以他是保护我们的,他保护我们,把我们包在他手里面,我们在他手里面,喝起来的手里面, 这也是被提的时候,也是把我们包了上去,OK,讲到这边,那今天我就不读李明之良,也谢谢弟弟华强的李明之良,上来的李明之良,还有Kelvin,帮忙每一天帮忙我们upload在YouTube里面,也谢谢Catherine的分享,好,讲到这边,那我们就赶紧进去Catherine的分享, 感谢赶紧主,阿们,好,大家在主力平安,现在我分享昨天看到的一项,那第一那边是,昨天凌晨4点41分,就看到一个罐头,大家知道罐头是,里面的事物是,关着紧紧茫茫,就是很紧的,你怎样丢它,它都不会有洞出来的,就是很紧的, 那是什么意思,就是我们这个秘密,对不对,之前我们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,两三年里头,这个秘密包得很紧,很紧,之前都几千年来都包得很紧,可以讲说,自从主耶稣讲说,祂要来那时候,就是两千年前,到差不多两千年前,其实在一九月里头,也有讲到,走了这几千年,都是紧紧的这个罐头,紧紧的在里面,那你说,这个大家都知道, 罐头的话,可以保存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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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对不对,所以它是一个很硬的罐头里头,但是这个罐头已经开了,已经开了,看到这个罐头已经开了,已经开了,看到的时候就是开着的,然后它的外面,它的level是青色的,青色带有白色,白色就是圣洁神圣,然后青色就是走了,要回了,回家了,就是说这个秘密, 大家都知道了,对不对,所以等了几千年,终于等到了,就要回家了,好,接下来,昨天早上十点的时候,我就看到一把尺,这个尺我通常用的是六寸的尺,六寸的尺就是15cm, 十五公分,那只看到它的尺端那一头,然后有这个,青色的好像,好像什么,好像牛扣呢,牛扣,不是之前不是有看到牛扣里头,有画这个图画,图片,coming在里头, 但是我看到这个女扣是专门青色的,都是很漂亮的苹果青,叫张Catherine讲,苹果青,OK,这颜色,很漂亮,很深的苹果青,是很深的了,但是我没有,我的彩色比有限了, 那接下来,就是说什么呢,就是说,因为45cm是在尾端嘛,然后再进去一点,就是14了,就是14,45号回家,OK,14,45号回家,那接下来呢,也有看到这个WhatsApp的这个箭头这些, 然后圆圆圈,然后箭头,然后一粒小小的,那前面这边,都已经变成青色了,变成青色,那接下来是蓝色,是前面的已经走到最后的这个青色了,那一段是青色,还有后面的,我们现在在中间的一段,还有后面的尾端,OK,当时因为我不够位置,所以没有画得这么长,那接下来呢, 是看到,是看到昨天凌晨,5点10分,就看到这个西网盆那边,在旁边那边,有这个面包,面包一片,面包呢,大家都知道有四方,四面,四边嘛,四边,四边的意思就是四个星期了,就是四个星期,那因为这个意思是星期上看到的,而且是凌晨了, 凌晨了,东方还是星期三,那就是讲到四个星期,那接下来就看到小孩子在星天新地那一段,在玩,在玩,然后有一个,如果没错,是这个小孩子像,是穿白色的,有点卡通的这样, 但是后面呢,就好像星天新地一段,然后前面有一条红线,然后红线的,在前头呢,是白色的,这个四方格这样,有点长方形这样,还有一阵子啊, 就这也,这个红线,就要亡了,的意思啊,然后这个小孩子呢,他跑到这个前面,就在这个白色的四方格,后面那边,好,接下来呢,我已经讲过了, 上帝的手很大的,把这个baby小孩子包起来,就上帝保护着我们每一个人,好,接下来看到很多字,好像有五六排这样,然后在中间那边有两个字, 两个字一排差不多五六个,五六,我想有六个字,然后中间那边是写着你,然后我不知道怎样读,好像正这样,但是没有耳朵,正这样,没有耳朵, 你呢,是企划,企划就有人之堂,又有小,就是说我们这些卑微的,就是渺小的人呢,然后就要回家, 然后这个正呢,没有耳朵的,就是如果把它分起来,就是有一个八,有一个六,有一个四,有一个搭,OK, 当然,六上面是一个头这样,就是向前回家,把它分开的起来的话,就可以有一个,就有一句话了, 就是说,OK,星期三大日子,人回家,OK,所以大家可以看我写这边,就是八六, 第四天就是星期三嘛,然后就是大日子,就是第四天就是星期三,一个星期的,因为刚才也讲到四个星期,对不对, 然后第四,四个星期的第四天就是星期三,大日子,人回家,就是我们准备好的回家了,还有小孩子, 每笔门都回家了,接下来,看着上帝的手在写着,他写着这个九,OK,九期四,他上面一画,中间那边开始看到他在写, 就是相信说上面,为什么上面没有看到他写,就因为他是以前讲过的话,现在就要完了九, 他讲到九什么呢,就可以从马太福音26章29节,路加福音22章18节里头看到, 那我就拿路加福音,这是上帝,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,那时候他们是在,是最后的王昌的时候, 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,从今以后呢,我不再喝这葡萄酒,葡萄汁,葡萄汁就是葡萄酒, 只一直等神的国来到,一直等到天国到了,就一直等到神的国来到, 就是不是来到这个地球,OK,就是已经准备好了,我们要上去,好,那大家都很清楚, 所以我们回到去见主耶稣,刚才不是Catrine看到的,就三根叉, 所以到那边的时候,我们就跟主耶稣一起喝,我们虽然不会不等的喝酒, 但是我相信,不是酒也有葡萄汁,大概也可以喝一点点酒,一两口也可以吧, 因为酒一汤匙的酒,如果每一天喝是对血液玄环很好了,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这个习惯,好,接下来, 我相信西方人为什么他的脸两边都是红红,因为他们血液玄环得很好, 为什么他们有喝酒,但是我不鼓励大家喝酒, 如果要喝酒,要喝健康的酒一天,你喝一点点可以了, 那是为了健康血液玄环而讲, 那第七那边是,第七,就从,我有点画错了,上面自写好了, 图片才画开来,画到下面,所以请大家原谅, 那就从上面那个盖子,是玻璃的盖子,锅的玻璃盖子, 但是没有看到锅了,那他的玻璃的盖子呢, 中间他的那个拿着的那个洞一粒是黑色, 就是很像我们的标杆,对不对,进入标杆, 然后他的玻璃的盖子里面都已经有很多, 好像你煮汤有时候煮些东西, 他会啵啵啵啵啵到上面, OK,就是说已经很熟了, 熟到当然这都已经东西就啵到玻璃盖子的上面了, 所以应该我们到这个程度了, 所以呢,或者是说我们应该到这个程度了, 再过就是上去了, 好,讲到这边, 接下来就是看到神的手, 很大的手,很近很近我, 然后他拿着一个碗, 一个碗然后把它倒转, 倒转就是碗的底端就向上, 就是把它倒转,倒转, 那是什么意思, 就是说我们已经到了底端了, 我们已经到底端了, 好,接下来就看到像上面地上的那些画面, 差不多一样的, 那这个小孩呢, 他的手就拿出来, 拿出来, 大可以看到很清楚他的小指, 小指向上, 然后大拇指向下, 什么意思, 大拇指就是五, 就是恩典也是安心, 那小小指, 最小的小指, 那就讲到最后, 中间三就是三十天, 或者是一个月, 可以讲是一个月, 也可以说是了, 就是最后一段, 最后一个台阶, 后面一个手指也可以指到, 最后一, 最后的一台阶, 一个月就要回家, 还不到一个月了, 好, 一个月里头也可能好像二月二十八天, 对不对, 接下来大概我们就已是有二十八天了, 现在了, 第十那边有看到, 早上差不多十点了, 因为照顾我的生子就没有看时间, 差不多是十点了, 那就看到, 什么是住不完, 什么住不完呢, 就是主耶稣讲的,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, 讲到在我的父家有很多房子, 如果没有的话, 我绝对现在不会跟你们讲, 对不对, 当时我去了, 要去准备一个地方给你, 如果我去的话, 准备地方给你, 我还会回来, 主耶稣说他还会回来, 不是说你死了, 死了, 然后灵魂上去到天国, 不是这样, 他这边是讲到背体这一件事情, 他是讲我还会回来, 主耶稣说, 因为上帝来到世界做人, 有肉体的, 他说我还会回来, 我会带你去我的地方, 去我的所在, 所以会带我们去那个地方, 就是天国了, 以便你就远远与我同在,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, 你会进入我的存在, 我的, 所以与主同在, 所以这边就是讲到背体, 所以不能够说没有背体, 对不对, 当时这个背体是给谁的, 给小孩子, baby们, 还有这些准备好的新娘, 然后接下来, 就看到这个眼前的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